一所初中带着名校的基因 合适实验性 示范性高中 共享校园资源 初高中我们完全是一体化设计 所有的资源全部是统一安排 初中毕业前 每个人都会完成一项 自己的课题 我们也会有校内的一些中期打电 不断地去提高它的质量 50多门与科学融合的创新课程 会给初中生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课外有课 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课外有课 我是主持人赵亚南 在米航有这样的一所初中 它有着名校的基因 还可以合适实验性 示范性高中 共享资源 那么这是一所怎么样的学校 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它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是上海的一所知名学校 在敏航 宝山 普陀和松江 相继设立了校区或分校 而在位于敏航的 华东师大二附中 子竹校区旁边 有一所带有华尔基因的初中 那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 附属初级中学 一所是华尔的高中 一所是华尔城办的初中 两所学校在同一年成立 一起共享的校园 总面积超过了十万平方米 是上海最大的中学校园 今年华尔子竹和华尔复初 迎来了十周年的校庆 同学们也为学校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份特殊的学校 华尔復出八年级的同学历时两个月 经过精密的测算 运用复杂的机械组合 完成了一套融入校园文化的 哥德堡装置 今年是2002年 正如华尔復出建校十周年 这套装置的主题 就是向校庆献礼 首先制作了三个翻版 逐个拉下的时候 就是能展现我们华尔 这十年来的绚烂独梦的一个历程 然后主体部分就是这块洗版 模拟了学生一天周游校园的 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 最后就是播放一个 我们提前录好的 校庆祝福的视频 以此向校庆献礼 走过十年 这所带有华尔基因的初衷 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孩子们在其中又有怎样的收获呢 课外有课 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副校长 兼附属初级中学的校长施洪亮 和副校长李娜 欢迎二位 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华尔福中 不仅承办了我们华尔福初 也承办了包括我们这个 华世大这个前滩学校等等 六所的这个初中学校 那么跟其他那些初中学校比起来 我们华尔福初有一些什么自己的特色和特点 跟其他几所学校不同的主要一点就是 它是仅仅依靠着大学 这个就在华东师大的边上来办学 其次这个它是初高中同校 因为华东师范大奥福中 当年创建的时候 这个1958年成立的时候 它就在大学里面 就是初高中同时招生的 而且就是也是一所公办学校 是开放办学的 所以我们华尔福初的这样一个办学定位 跟厄福中当年创建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厄福中的这个办学的 60多年的经历中间 有一次很重大的转型 是东迁到了浦东 张江高科技园区 依托这种高新园区的这样种资源 用多方的力量来助力学校的这种人才培养 所以我们华尔福初跟华尔子竹 这个也是我们依托的是这样一个 闽航的这样一个子竹 国家级高新科技远区 我们也是想能够整合多方的资源 初中跟高中是共享这个学校里的一些教学设施的吗 初高中我们完全是一体化设计的 我们是一个领导班子 整个的这样一个教师团队 所有的资源全部是统一安排 统一协调的 我们知道华尔福中一个特色就是对于这种科学教育 我想知道在我们华尔福初 我们对我们初中的孩子是不是也会非常重视 他们这种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教育 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重视 无处不在的一个科普教育的环境 那么也是全学科覆盖的一个科普教育的课程体系 所有的老师都会成为一个科技辅导的老师 都会参与到这样一个科普的一个教学环境中来 所以在我们的课程设计上面 它也会有一个层次 我们76年级在入学之前 他就会拿到一个科技的PPL的大礼包 那么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科普类的一些课程 包括像植物的哪一部分会发芽 像鸡蛋如果不破坏它的整体结构的情况下 如何去剥壳 鼓励学生去探究 去研究这样一些科学现象 那么当他入学之后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专家面对面的课程 请一些专家到现场给孩子做一些科技类的讲座 那么之后学生就会做一些资料的查阅 他可能就会在年纪里面 或者在全校做这样一些科普的演讲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激发学生 对一些科技前沿的一些现象的兴趣 其实就是从科普这样的一个点入手 让孩子们更有浅入深的进入 慢慢地去提高它的一个科技研究 和科技创新的一个能力 那么之后我们就会鼓励学生去提出问题 去发现问题形成我们学校的一个问题的蓄水池 比如说这个食物掉在地上了 还能不能吃 他们会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好像是幼儿园的时候就会讨论的问题 但是我们老师生物老师 他们就会做一些就是这个食物的一些细菌类的研究 我们承认看起来可能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 但是确实来自于学生 但是对于一些学科老师来说 他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帮助学生不断地去成长 会比较倾向于理工类的 还是说整个社会的综合的问题都可以 都可以 有一些孩子会特别喜欢科技类的 像激光 但有一些女孩子 她可能就喜欢社会类的或者文史类的 所以每一个孩子的兴趣点其实是不一样的 形成一个课题之后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开题报告 那么在开题报告的时候 老师会给他进行一些辅导和调整 那么之后我们也会有校内的一些中期答辩 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的问题 这个课题不断地去提高它的质量 然后慢慢慢慢脱颖而出 形成一些比较质量非常高的课题 再给他推荐到区里和市里 那么甚至一些全国的比赛 就是每个人他都要做成这样一个课题 并且通过考核 对 每一个同学都会做 人人小课题 就是说从他的问题 这个到课题中间其实是一个不断地聚焦 不断地清晰 不断地这样一个掌握研究方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主要的还是 一个是培养它的问题意识 保持保存它的好奇心 我们需要这种科创类的特色课程有哪些呢 我们的科创类的课程呢 现在就是在我们的基础课程里面 还有我们的拓展课程 探究性课程里面基本上有50多门 50多门 对 比如说我们的牢记课 我们会结合端午节 让学生去调研 研究这个端午节的一些风俗 一些历史 学生就会去研究这箱囊里面的材料 然后自己去设计 把它做成一个不移的产品 我们的探究类课程 我们的问题蓄水池里面 有同学就说降噪耳机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物理老师就会带着学生 去把这一个耳机去拆解 之后再教学生 再带着学生去研究 怎么样去自己去设计一款降噪耳机 我们也有很多很时髦的 比较高端的 无人机 这个机器人 比如说像VX机器人 FRC机器人 像类似的这种课程 也是很受欢迎 听到这么多有意思的课程 我们一起通过EGVCR 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些课程的情况 每周一下午的课后时间 华尔复出50多门 与科学融合的拓展课开启了 体育场上 无人机小队的同学们 化身成为小机长 他们今天要进行穿越障碍物的训练 不仅如此 同学们还能通过软件编程 让无人机也拥有大脑 自主地在迷宫中寻找出路 甚至还能进行一场 无人机灯光表演秀 因为无人机相关的一些内容 它都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我们的操控能力 对学生的一个综合的 一个协调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有些同学 他的编程能力比较强的话 那么他就比较适合 编程类的一个无人机项目 而在爆炸化学实验室里 参加拓展课的同学 今天要论证一个问题 冰一定是冷的吗 常见的冰肯定是冷的 但是在实验室里 却能够用醋和小苏打 来做出热的冰 其实就是让醋酸钠 从它的过饱和乳液中吸出 因为它吸出的过程中会放热 形成的晶体又像冰一样 所以我们称它为热冰 拓展的内容 比基础的知识稍微有意思一点 然后基础的知识的话 就没有像这种实验节目的功夫 在这个名为爆炸化学实验室的课程中 同学们能够接触到 各种有趣的小实验 激发起他们对化学学习的兴趣 我们的这个爆炸化学实验室 并不是真的做爆炸实验 而是通过一些课程的设置 实验的设置 让同学们在脑海中 形成知识的爆炸 思维的爆炸 在数学化剧的课程中 同学们又把数学和化剧完美融合 历时半年时间 自编自导出 数学家苏不清的故事 数学是科学的开明先锋 想要振兴科学 就必须学好数学 我本身是作为一个数学老师 那我平时在授课的时候 我就在想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美誉 我们的戏剧教育 和我们的数学的这个教育 能够融合在一起 可能可以将孩子们 学到的一些数学史 包括里面的一些数学家的一些故事 更多地能够激发他们 学习数学的一个兴趣 我在里面扮演的是苏不清 日前数学和话剧结合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从中我也可以体会到表演的乐趣 华尔紫竹 FRC机器人战队的诗歌诗姐们 正在对机器人投篮战车 做最后的检修和调试 他们即将要去参加2022年 FRC机器人大赛 从小就一直对机械这个机械结构 包括科技创新非常感兴趣 然后呢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机会 能提高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 高中以后开始的是FRC竞赛 但是与之相连接的我们初中 也会有其他的机器人课程 课程当中学生们会自主 去学习一些工程的知识 还有一些特定的程序组 会对机器人的程序进行调试 耗试一年时间 这部机器人战车从设计 建模 制作和组装 全部由同学们自己完成 他们克服了一个个难关 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智慧结晶 我们现在在准备竞争比赛 希望能在比赛中拿到冠军 丰富多彩的科技拓展课程 带给学生们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对于他们的成长 又有哪些帮助呢 五十多门啊 那是不是每个孩子 在初中这四年里边 他都有机会去上这些课 还是说每个人 每个学习他必须要选择 在我们开学刚开始的时候 老师的课程提交上来 学生就会去按照自己的兴趣 和老师对这节课的介绍 去进行自主的选择 那么但是有一些课程呢 实际上是秒杀的 因为他就是学生 对他非常感兴趣 所以是供不应求 所以我们会在周二周三 那么利用课后服务的时间再开 除了这些特色课程之外 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在学校期间 还有机会去参加一些 科创类的活动 我们还有专门的科技夏令营 科技东令营 科技节 那么就是这些同学 大展身手的非常好的一种机会 我们一般会在假期快开始的时候 会做一个两三天 三五天的这样一个活动 相对来说是一种 他们的嘉年华开个party一样的 聚一聚讨论这个 当然也会接受一些支持的充电 夏令营或者东令营当中 他的课程是大家都上一样的课吗 像中国文俗传统文化的 语文老师可能会做一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研究的 一些课程类的 基本上也是全学课都有的 像我们篮球和体育老师和数学老师 他们联合起来 去研究一下学生投篮的时候 用一种什么样的抛物线 投出来的是准确度最高的 定中率是最高的 那这个营出来的话 应该都是这个神射手 是是是他们会模拟这个曲线 数学的话剧 其实都是很多化学科融合的一些活动 不像平时一堂课两堂课 它就可以有一个相对更长的时间 做一些更有深度的 或者广度 平时想做 觉得时间不够充裕的 对 参与度更多的这样一些活动 学生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报名情况特别好 所以后来又跟华世大的附属学校 然后也沟通了一下 其实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学校 可以来参加到这个活动中 然后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去感受一下 科技的这个魅力 那其实我在看资料的时候 发现我们学校其实也跟很多的这个 博物馆啊 这个展馆啊 进行合作 像我们也会把一些博物馆 请到学校来 像我们会有 前几天就有昆虫博物馆 他们就会有一些昆虫的标本 进到我们学校 那我们学校还有达尔文社的学生 会对这些昆虫的标本 进行一些讲解 对 我们跟 闽航航天八院 还做了一个这样一个 航天进校园的一个活动 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奖品 他们就放到了我们的园区 然后我们就可以高中生 做一个给初中生讲解 其实还有小学生 大手牵小手 对对对 学生的能力 其实因为他做了讲解园 所以他会不停地去查约各种资料 因为小朋友 幼儿园也来 他们会问这个是做什么的 那么大朋友答不出来 他们就去查 查完之后再给小朋友讲 所以对于学生自己的这样一些 对于这些知识的领会 其实有更大的好处 我们学校的家长们 对于孩子们 用可能更多的课余时间 来做这些科创类的活动也好 准备也好 兴趣探究也好 家长怎么看 应该说科创对于学生的这样一个 学习的动力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比如说像我们前几天的一个 哥德堡设计的一个孩子 他妈妈那天也来跟我交流了这件事情 他说这个孩子为了这个设计 实际上整整实验了100次 但家长非常支持 因为他觉得这种毅力 这种韧性 对他将来的学习 甚至是将来的成长 一定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他为了要去实验这100次 实际上他在学习上面的效率 是大大的提高 包括我们这一次的这样一个新课标 新课程的改革 他特别强调的就是核心素养 强调这种跨学科学习的能力 那么我们像这种科创活动 它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 跨学科学习 项目化学习 深度学习 通过这种学习 它的思维能力提升了 可能中考考核还不突出 高考其实就是这种评价上面 权重越来越大 其实华士大二福中 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 成绩非常的突出 每一年有很多学生进入 我们清华的秋成童数学 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包括北大的物理学科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还有中科大少年班等等 那在我们初中阶段 对于学生会有这些方面的 特别的这种指导和引导吗 我们是站在七年一体化的 这个角度来设计的 对于一些这个学科基础 比较扎实的 这个也有非常强的 这样种学术研究兴趣的人 那么我们组建了全生学院 因为华龙斯大二福中 在2018年 这个启动了这样一个 全生学院的项目 就是希望把全生学院的项目 学生及大成得智慧的 这种教育思想 能够在中学进行实践 所以我们在学生中间 我们首先会开设一些 不同的高阶的拓展课程 他们有兴趣的学生会去选 在一些基础学科上 能力特别突出的 我们进行一些分层的教学 那么给他们打下 比较扎实的基础 初中的所有的同学当中 能够有机会进入 潜学生学院的这个人数的比例 不多 三十个学生吧 在四百来个人的中间 所以这个比例是不高的 我想通过这个学院的学习 他未来能够成长为 这样一个国家需要的 战略科学家 解决卡伯茨问题的人 您觉得初中就开始 这方面的培养 早不早 这个学期 我们邱成风先生 就来到我们指出 给上海的同学 做讲座的时候 他就很鲜明地指出来 他说他自己对数学的 浓厚的兴趣 就是从初中开始的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 学校在科普跟创新 两方面着力 同时为他们打下 扎实的学科基础 那么展望未来的十年 盛校长 您怎么看 接下来十年的这种发展规划 传新人才培养上面 我们希望这个 继续坚持现有的做法 把OF中的作业教育 科技创新教育 跟基础学科 这样一个 百年人才培养的 这样一个做法 能够扎扎实实地推进 那么我们也是传承 OF中N个百分百的 数字教育育人模式 能够在无欲并局 这个全人发展方面 加大这样一个探索 好 今天非常感谢 二位做客演播室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在基础教育学段 通过特色课程 来培养孩子们的兴趣 让科学素养 潜移默化地 根植于孩子们的心中 也让他们收获一个 不一样的初中生活 新学期劳动课 已经写入了中小学的课表 新的劳动课怎么上 我们科外有课为此 专门探访了几所学校 不一般的劳动课 那今天呢 我们要走进的是 蓬莱路第二小学 蓬莱二小把蓬莱小镇 作为劳动课的实践场所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周五下午 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的 蓬莱小镇又启动了 蓬莱小镇是蓬莱路第二小学的 校本特色课程 在每次课程中 教室都会变成小镇的活动场所 邮局 杂货铺 菜场 同学们在这样的小社会情境中 选修课程 而新学期的劳动课 在蓬莱小镇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劳动元素 在学校门口 一年级的新生已经穿上了制服背心 背后写着新兴邮电局 他们已经化身成为了邮政快递员 好 我们先到文明楼的门厅坐下来 今天小快递员的任务就是从带队老师那里领取需要分发的报纸 整理好送到不同的楼层各个班级 上篇筋不可以紧下来 为什么 对 报纸就散开了 是吧 通过分发这些自己创作的小报 一年级的孩子们不但体验了邮政快递员的工作 更熟悉了蓬莱小镇里的大街小巷 老师好 我是来送报纸的 我们可以把报纸放在讲台上吗 再见 再见 同学们再见 拜拜 另一间教室已经布置成了每日仙菜场 身为菜场工作人员需要认识蔬菜 对蔬菜进行简单的处理 通过老师的讲解 同学们已经对菜场工作有了了解 我喜欢这门课程 宅芹菜的窍门就是留下嫩的芹菜 把老来的根剥掉 把黄的叶子也剥掉 在蓬莱小镇里 五个年级分成六大社区 48间教室都是小镇的活动场所 在小镇发饰店制作手工发饰 在小镇超市整理货架 在这个模拟的小社会里 孩子们不仅体会到劳动所创造的 价值还学到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小技巧 整理货架首先我们需要细分商品 之后再根据商品的种类和大小 一起摆放到货架上 如果说超市理货员 邮政快递员还是传统的单一服务业 那么TIA情报局就算是新兴的业态了 根据孩子们对于情报工作的兴趣 学校特别设置了情报员的职业体验 情报员有时候还需要在野代执行任务 搭帐篷就成了每一位情报员的必修课 通过学习搭帐篷 孩子们学习掌握了户外生存的技巧 这个帐篷就是长方形的嘛 然后它上下都不能一起拉 然后我就想先拉一个脚 再穿另一个脚 一人拿一个脚把它给穿好 我觉得这个TIA情报局 可以锻炼我们的那些动手能力 还要团结 在蓬莱小镇还有一些特殊的职业 在镇环保中心体验环境监测员的孩子们 正拿着测声仪来到教室门口测试环境噪音 通过测声仪上显示的数字 判断是否受到了噪音污染 孩子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 这些噪音来自哪里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降低噪音 镇环保中心这门课程 主要是为了让孩子树立环保的意识 通过课程中的一些小活动 例如我们的这个噪音的大调查 还有水质的检测 树立学生的这个环保观念 劳动无处不在 蓬莱小镇的这些职业体验 让孩子们在真实的情景中 建立起劳动习惯和劳动能力 劳动课不仅仅是学习劳动技能 也是感受劳动的艰辛和快乐 体会劳动的价值 如果你也上过有意思的劳动课 不妨也跟着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小伙伴做个分享 好 感谢您收看本周的课外有课 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